大家好,我是軟鞋小天使Daphne 我是軟鞋小天使Winnie 傳統製造業要怎麼樣才能更有智慧化? 如何導入網絡,讓管理更有效率呢? 智慧製造新商機都在軟鞋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訂閱喔! 那接下來主題我們邀請尾簽科技 也是透過了政府的輔導 開發了一些針對中小製造業的需求與服務平台 協助解決產業痛點 實際案例我們邀請尾簽科技王簽雲總監 來為我們分享製造業轉型挑戰與應用實力 我們把時間交給王總監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來到軟鞋 跟大家分享有關製造業的轉型挑戰與案例分享 我是尾簽科技的業務總監 主要是負責工業製造 今天主要會講兩個部分 一個是有關製造業的轉型挑戰 另外一個是實際在智慧轉型的案例的應用 首先可以看一下這個是整個數位轉型的市場的趨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從2018年的整個市值大概是 市值是2000億左右 那到2023年已經到了6650億 那從這個整個趨勢可以看起來 就是整個負荷成長率是18.1% 那從這樣一個市場 從這樣一個數位轉型的趨勢 我們可以發現幾個重大的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將近有九成的企業 它對於第一步的數位轉型已經有一些概念 並且它想要執行這樣一個數位轉型的策略 但是也發現說其實大概有45%的這樣的企業 它其實是對於這樣數位轉型的方向 或者是對於這樣的技術其實是有困難的 那我們也可以發現說在Cloud Service的部分 其實市場的用量其實是比預測還要多兩到三倍 那因此就是許多的企業都發現說 大概還是有將近七成的IT人員 是沒有相對應的一些數位轉型的技術 來應應這樣一個數位轉型的趨勢 因此偉先科技可以在這一塊來補足 我們是屬於這種Cloud Data AI 5G大數據的一個系統整合商 那我們可以協助就是企業主來做不同的數位的應用轉型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其實製造業面面臨了許多相當的 多的管理的難題 包含像產能規劃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製造業在 它其實在北中南或者是在海外 不同的廠區它要做一些不同的應用管理 其實是相對是困難的 甚至於它對於它的一些產能 或是臨時插單的狀況 對於就是台灣其實蠻多企業都是屬於少量多樣 那它其實在這樣的一個管理上面其實是困難 甚至於說它跨廠區它建置的時間不大一樣 所以它在整個就是管銷成本 或是在它的物流成本上面做建置摊提 它其實都是有一些難度的 那最後可以看到說其實對於整個不同廠區它的KPI的指標 或是它在做類別做跨部門的一些指標性 它其實是有困難去做管理 並且我們知道許多傳統的製造業它其實通常它在做規劃管理的方式 還是用一般的ESOL表去做控管 那人員還是需要大量的輸入這樣的一些資料 並且它可能要做很多資料的騰打或者是統計 那它在做日後的一些歷史搜尋 或是日後的一些管控的時候 或者它要做上下游做對應對策 跟大家做對接的時候其實是有困難的 因此我們會建議在整個數位轉型的路上 可以照這樣的一個模式來做進行 就是從一開始我們最開始前期的一個數據收集的一個階段 那把一些不管是廠端上的數據收集 或是辦公室內的ERP MES等等相關的數據做收集之後 我有一個完整的dashboard 那這樣子的話決策者 不管是針對產線像是廠長或者是辦公室的管理階級高層 它透過一個dashboard 它可以很快速的得到它要的資訊 那包含像我們現在很知道就是在ESG能源管理這一段 我們針對有電水器的dashboard 我們也希望拉回同一個地方做暫停式的控管 那如果有了dashboard把這些數據做收集之後 你就可以有一些異常的耳樂的狀態讓你做了解 例如說我現在廠區沒比哪一個冰水主機 或是哪一個現場區有問題 我是很快的可以在這樣的一個暫停式的看板上 得到一些異常資訊的通知 那透過有這樣的一個數據通知之後 我們可以再做往下一個進階 就是做一些分析規劃 那或者是像是設備預測 那以及最後AI的手段 包含像剛剛講到能源管理的部分 如果像現在有一些季節的變化 如果天氣溫差劇烈 那或者是在下午有下過雷震雨之後 透過AI的一個策略的方式 有一些可能比較少人的區域 也許它的溫度就可以降低 在能耗上它就可以減低管理者上面的 一些費用上的支出或者是使用 因此尾千在這一段我們有一個尾千的雲氏集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分享給各個不同的中小企業 它跟以往不同的是 我不需要再透過養整組IT的人員 然後透過大量的一個金額的建置 那我IT人員要跟廠商做對接 客製化的方式來做進行 尾千把這樣的一些不同的應用 可以看到左半邊 我們把人因分析啊 把一些場端應用的部分 放在我們的平台上 那透過一個這樣看起來 它是一個循環的方式 我們很快速的在變更我們 收集客戶的一些使用完之後的資訊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很快速的做板跟啊 導入啊 讓它這一些應用變得更友善 那甚至於我們也可以幫ISV的廠商 做很快速的宣傳跟推廣 因此我們SaaS平台有一些重要的資訊 可以提供給大家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更輕量化 更訂閱制的方式 讓中華企業的客戶 可以很快速的使用到我們這樣工業製造 工業AI 工業應用的一些平台的應用 那以及呢 我們可以協助ISV廠商 也可以降低它的一些廣告的成本 那尾千本身是尾創集團 那我們也是中華電信的一些投資公司 所以我們有相當多的客戶群 可以很快速的反饋在使用上面 如果遇到不同的問題 那它可以很快的做修正 提供給客戶更完善的一些使用的一些 友善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會做尾千智慧雲市集的案例分享 那首先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SaaS服務的第一個部分 它主要是透過影像分析的部分來做開發跟串接 它透過一個即時現場的動作偵測 那來做一些現場製作工序 以及機台維護能力的提升 它把一些現場的一些動作行為 然後透過模組化的方式 然後透過人員的方式去做一些機器學習 然後讓整個產線的效能可以提升 這邊可以看到這是我們其中一個案例 這是我們在一個產線上面 那大家都知道以往的產線都是比較屬於這種走動式的管理模式 那現場的零班它可能是走動式的來回管理 它並沒有辦法就是看到當下它走過這個位置之後 這個場站的一個使用的狀況 或者是它是不是在它的包裝部分有沒有漏放東西 或是人員有沒有在現場的位置 但透過我們的一個人因分析的一個管理軟體 那我們透過影像辨識的方式 我們可以把它的左右手以及它要放置的位置 我們把它框出來 那確認它都確實放了五個物件六個物件 它在照SOP放入之後 如果它有一些異常的狀態 那它會有一些耳樂告訴現場的零班說 現在這個狀況是有問題的 那零班就可以很快速的抓出在哪一個時間段 它的包裝或者是它有遺漏的問題 那就可以做一些現場的管理 那這是我們第二個案例 這是我們在一個食品加工業有做的一個案例 那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機支屠宰的一個案例 那我們把這個完整的全機做影像的拍攝 那以及有問題的像那邊 如果這個掛鉤上沒有掛到機支 或者它是斷刺斷頭 那它不是屬於全機的狀態 它就會發出異常的通知 並且它會直接就是記錄在 就是記錄在它的報表裡面 它就會減去替代人工的一個key in的一個時間 將近264個小時 那來協助就是客戶在做管理的部分 可以很快速的得到它要的一些訊息 並且呢針對於就是導入的這個來源的廠商 它的供應商的一些品質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說 這批來料的狀況是不是好的 那它就可以透過這樣影像辨識來減低 它的一些人力的疏失或是沒有看到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主要講的是 IoT雲服務的開發及換接的部分 我們透過IoT的部分 它主要可以提供把數據收集回來之後 我到現場之後我可以透過雲端的設備 跟狀態來看到它的效能 做一些健康管理 那來了解說整個AI機器的一些學習之後 那現場的一些數據的狀況分析 那這個主要是尾簽的戰情室可以看到 它是透過把現場的一些抑制平台 不管你是從ERP還是從哪一個系統裡導進來 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戰情室 馬上可以看到我的原品圖 或是我的樹狀圖 可以來看到現場的一些狀態 那得到我立即想要的一些資訊 那這個也是我們之前做過的一個案例 這是在一個輪框場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數據收集回來之後 左邊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把它一些日常的數據收集回來 那我可以看到它一些歷史的紀錄 以及它現場的狀態 那以及它如果有一些異常的報表 以及即時的系統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數據中心 一個戰情室的部分可以直接做呈現 那現在這樣的服務 已經不需要再透過一個專案 一個專案的客製化開發 我們已經把這樣的一些服務 放在我們尾簽的雲平台上面 那如果有企業主 他對於這樣的一個需求 他是希望可以能夠適用 我們甚至於就是在適用的期間 或者是一到三個月 他可以把自己的東西導入進去 他都可以了解說 他現在可以馬上獲得他想要的資訊 那另外我們也透過就是像設備 異常的一個維護跟設備預警的部分 我們透過電流電壓溫度 那我們可以把它與振動馬達部分做結合 來偵測說平常這個設備正常的狀態 跟異常的狀態的數據收集 我透過建模的方式來了解說 這個設備是不是可能會有問題 在預先就會知道 那我提早做預防 避免說這個小設備 它可能造成整條產線 可能是停線或是換線的一個 時間軸上的一個浪費時間 那透過這樣的設備預測的話 對於管理者來講 那他也可以及早知道問題在哪裡 那這也是我們之前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有跟刀具廠 有做一些不同的案例的使用 那可以看到左下角有兩個圖形 一個是比較輕度的磨損的時候 它其實它的圖是比較平穩的狀態 在紅線的上面 當它重度磨損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那個圖表會有高低不同的部分 那我們其實左邊可以看到 那是我們整個就是透過建模 那已經我們了解那個數據收集之後 我們做分析 那我就可以提早知道說 它是不是有一些崩刀或斷刀的問題 那我再提早再預測 把這樣的一個狀況做預防 它就不會造成說我需要產線 或者是換線的狀態 讓時間軸上就停止這樣的一個應用 那接下來是 這是屬於我們物料需求管理 這也是在我們雲平台上其中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也可以做需求的運算 及供應商的一個開發跟串接 我們透過現場的一個物料需求的模型 來做到資源控管的目標 我們把這些刀具的淨料來料 做一些系統的管理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刀具的狀況 以及目前是不是在安全的水位 那已經什麼時候需要做預防 或者是需要做一些設備的預測 那這是我們來料管理的一個圖形化的介面 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把來料管理做 就是從採購下單之後 那什麼時候預測 什麼時候會來料 那以及它哪一些東西 哪一些物料的編號 它有帶資料的問題 那帶資料的問題 大概的周轉率是什麼時候 前十大的帶資料可能是哪一些 那可能是哪一些供應商的問題 哪一些供應商的產品是比較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會透過這樣的一些報表 可以讓就是採購這邊也知道一些狀況 那以及申管這邊也知道大概的狀況 然後來去做整個產線上的安排 那這就是實際上的一些畫面的應用 那另外的部分我們也有做 就是智慧排程的一個開發跟串接 那我們都知道說 早期的申管人員都是透過可能是ecell表 那來去做排單 那它其實對於集單或插單 或是一些換料的部分 它其實是相對於難去安排的 可能它整個表就要重新做 那透過我們這樣一個智慧排程的方式 它可以直接用一些工具來協助 申管人員來做智能化的排單 那以及自動報表的產生 以及如果我有一些大客戶他想要插單 他可以先去做預測的排 預測的安排的部分排程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實際的案例 這是我們在一個銅箔基板廠 那幫他做的升管排程的推薦 那其實它整個後來整個整體的推薦成功率 也到96.1% 那我們是把一些變數 這邊可以看到它的參考變數 不管是它的厚度、寬度 以及它整個壓模的部分等等的這些參考變數 以及不同的生產機台 我們把這樣的一些變數透過模型建模的部分 我們用Python的方式去做演算 那就可以協助升管人員呢 降低他的一個工作排程的一個時間 在每個月大概我們也這邊算了一下 大概也可以減少352個小時 那可以看到 那最後這個服務是屬於就是流程自動化 RPA的一個服務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其實長端上有很多 或者是整個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有很多是繁複重複的工作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一個RPA的工具 來協助客戶呢 降低人員操作的誤判率 或者是一些人員操作的時間 那來提升整體效能 那可以看到其實RPA的部分有分 像是工廠自動化、辦公室自動化 以及軟體測試的自動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分是我們在整個把它做一個 這是案例1 我們把整個流程自動 複雜的流程自動化 它本來3D要做建模 然後要非常繁瑣重複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package 一鍵打包之後 透過RPA的一個自動軟體的部分 然後它可以做一個很快的有一個成品的展現 另外像這個案例的話 這個是屬於像訂單 那訂單我們透過就是文字辨識的部分 我們把一些重要的資料萃取出來之後 它就可以直接Mapping到系統裡面需要的資訊 那把這樣的資訊再透過辦公室自動化部分 它可以傳給需要的人 例如說訂單進來了之後 下一步可能就是會送到採購那邊 那採購就會進行在下一步的訂料 跟下一步的催廠商訂購或是到貨等等 再接我們的來料系統等等的方式去做運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剛剛講到 就是除了剛剛除了訂單啊 像我們一般在報帳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較單據上的繁瑣 我們也可以透過就是OCR的一個文字辨識 那把這樣的一些資料透過固定的欄位 把文字萃取出來之後 那再透過辦公室自動化的部分 它就可以讓所有 其實助理的工作相對就會減輕 那讓人員做有效的利用 不再只是做一些重複的一些運用的方式 那這個是在HR上面的應用 HR上面可以看到就是它對於人員履歷的部分 它也可以做直接的這樣的一個RPA的一些search 然後把這樣的資訊給相對應需要的員工 那最後這個是機台的部分 我們機台的話如果現場有一些資料的收集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樣的RPA的方式去做資料的收集 那以及收集之後如果有一些異常的話 也可以做異常的狀況的通報 那這是軟體自動化 我們也可以透過就是RPA的方式 把固定的軟體測試的方式打包成一個package 然後透過RPA的方式來做直接的一個 軟體自動化的一個測試的方式 好 那以上就是我這邊做的就是尾簽的一個分享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尾簽科技王總監分享 那如果我們線上來賓如果有想要提問的問題 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 我們會有講師來回覆及補充相關的建議資訊 好 那我們留言板上有來賓想要提問總監 他們製造業如果要導入AI與自動化 那建議可從哪一個項目可以著手 是不是我們請總監提供我們業者一些建議呢 好的 其實在數位轉型真的蠻多的 那我們會建議說像一般的中小企業的公司 他也許可以先導入RPA 就是剛剛講的辦公室自動化的部分 來減低就是重複性的一些人員的 繁瑣的一些工序啊 包含像key單啊或者是暴障等等 我們會建議就是可以從這一塊開始做起